中山國小校長指出 熱心公益的李鴻明校友以及林詠傳會長 在得知校史不到老舊漏水之後 立即捐資利用暑假期間進行修繕 讓通道煥然一新 不僅消除了雨林地滑的安全隱憂 更成為校園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給孩子最好的學習環境 他們在這裡都會滴水 所以有時候孩子冬天在走的時候比較辛苦 校方今天特別舉辦感恩會 公開感謝兩位成功的企業家 對學校的深厚情誼和無私奉獻 捐款修繕校園的設施 為全校師生創造更美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捐資性學結出校友讚 我們很感謝我們李董事長還有林董事長 在為我們中山母校來做一些我們真的對學生安全上的顧慮 增加了一個安全的防護 避免下雨天的時候會失法 中山國小你看這個廊道 你看修繕了以後變成網美 這邊都有照片 拍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希望希望是未來成為一個火車站過來 我們中山國小還有吉米公園整個廊道連結在一起 我們這個校史廊道可以透過學校跟家長會跟我們的傑出校友一起合作 讓我們這個校史廊道做一個很好的修繕 讓我們學生孩子在這裡通行的時候更安全 校方也強調 這一次修繕不僅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環境 也為校園增添新的打卡熱點 假日開放校園時 更吸引許多民眾前來拍照留念 成為校園一個很有人氣的拍照景點 宜蘭新聞記者 LINE福星採訪報導